今天我们来开箱变形联盟3的新品 超星普尔达重装四合体 这个版本我期待很久了 可以看到这款机甲除了基础玩法之外 还增加了多个不同的合体功能 话不多说我们这就打开包装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超星普尔达 它是普尔达和宇宙飞船的合体 机甲的还原度还是挺高的 关节活动起来也很灵敏 而且定位稳定 各种姿势无压力 作为浩肯星变形联盟的总队长 普尔达的装备和武力值都是十分强悍的 不仅有威力巨大的激光炮 还有坚弱无比的防御盾 进口弓退口手 飞行背包零件可以放到双臂 变成追踪炮 怎么样是不是很帅 超星普尔达已经这么厉害了 如果再加上它的队友 歼灭和践踏会是怎样的存在呢 我们先把歼灭拆分 下面来拆分践踏 好的合体工作准备好了 我们这就来阻挡它的终极形态 打开胸前的盖板 取出头盔 武装到头部 尖面的零件主要放到普尔达的双脚 以及腿部 分成两半的剑踏 分别放到普尔达的双肩 变成能量巨大的加农炮 最后再把它的兵器放到手中 好的搞定 这就是超星普尔达重装四合一形态了 合体之后高出了一大截 足足有30多公分 整体外观霸气十足 一眼就能看出它不是好惹的 机甲线条的设计充满了力量感和科技感 看起来也更加生动立体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它的终极载具形态 宇宙战舰 先把它的装备都拆下来 将超星普尔达变形成宇宙飞船 再将歼灭和践踏的零件和宇宙飞船合体 变形成功 合体之后的战舰模式十分壮观 像一艘未来感十足的宇宙战舰很有气势 这个模式好像是原创玩法 你们觉得好看吗 总体来说这套机甲的可玩性还是很高的 得心同意的产品质量和细节一如既往的可靠 喜欢变形联盟的小伙伴可以放心入手了 欢乐童年鱼心永驻 变形联盟要你一起玩玩具了 快来加入我们吧